在2020年4月25日的《惠報》 在澳洲版發表了一篇文章 作者叫做Robert Rich 我很相信Robert Rich是一個美國的經濟學家 如果我沒有記錯,他應該曾經獲得到諾貝爾獎 那篇文章的名字就是 Covid-19 Pandemic signs a light on a new kind of class divide and is in quality 新冠病毒顯示出一件事 在美國社會裏面有一個新的階級分別 以及不平等、貧富不均的問題 他就說現在除了那一小撮 有錢的人,他們就有達白資金 加上現在聯邦儲備局放了很多錢給他們的舊市 所以他們是沒問題的 他這篇文章主要指出有另外四類人 那四類是甚麼人呢? 第一類是可以遙拒工作者 就像我這種,坐在電腦面前去搞定那些事情 他們就在家,在電腦面前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那這班人在今次的疫情之中 大致上收入不大影響 因為他們基本上做和差不多的事情 只是不需要回到公司做而已 在家裏做 那這班人沒有不大影響 那這班人很幸運 那這裏佔多少呢? 他估計這裏大約佔35%左右 這30%是指有工做的人之中的35% 有些人是沒有工做的 有些人不用工作 那這指是有工做之中的35% 那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佔有工做的30% 那這隊是甚麼呢? 他們叫做Essentials 必須的 是甚麼呢? 就是一些護士 要和人正面接觸的那些 一些基本的東西 譬如清潔、掃揚 這些你一定要的 或者是一些救傷、警察 這些必要的工作 這類人大約佔了現在的工作群體 只要有30% 但問題是他指出 這班人很可惜 就沒有足夠的防護衣服給他們用 這就很危險了 因此現在有一大批抗議出來 包括一些大的公司 包括Amazon 裡面的一些寄貨工人 開始組織起來 罷工說不夠保護 這是第二類 第三類叫做Unpaid 沒有錢收的那些 為甚麼會沒有錢收呢? 第一就是他們的工作 不能夠去 好像一些上班的人 而不能上班 而也不需要他們上班 因此現在大約有25%左右 所以這類人 如果他們已經放了自己有新假期 那就完全沒有工 首庭口庭 因此為甚麼 在美國有一堆人希望復工 因為這班人很急切地需要上班 他就說如果被迫要選健康和吃飯 你選哪一種? 很簡單的 你先選吃飽肚 你吃不飽肚餓死你 沒有健康可言 所以他們會被迫選擇吃飯的 這班人為何會有這麼多人上街 要求重開經濟 而問題就是 這班人之中 有一半 就是沒有能力支持三個月的失業 如果三個月沒有失業 他們支持不了 所以對他們這班人來說 首庭真是口庭 所以他們很急切 是需要越早越好重新開工 甚至犧牲自己的健康 那會不會犧牲性命呢? 這就難保了 而在美國人群之中 有43%的人在調查訪問之中發現 他們最少是自己的家 或者所認識的人之中 最少有一個人 是因為這次疫情而失業 其實我已經早前和大家看過了 現在美國報第一次的 失業的數目已經去到2200多萬 我未再看最近的消息 這個已經是在疫情頭五個禮拜來計 已經去到2200多萬 現在第六個禮拜到了 到底有多少呢? 我現在未看到數字 但相信會繼續上升 而這群人在這段時間 沒有什麼可能 可以很快去找回工作 那就是三類 還有第四類 第四類它叫做 The forgotten 被遺忘的一批 這些是什麼呢? 在監獄裡面那些 或者在街頭流浪那些 或者是無家可歸那些 那這幫人真真正正 真的是非常之窮困 沒有辦法 那現在呢 在美國最大的受感的人群 是出現在他們的監獄裡面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 因為他們監獄是很多人的 美國是全世界最多被囚人士的國家 是絕對值 不是計百分比是絕對值 以大約全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來說 美國的被囚人口是世界最多 不是每百萬人計 而是全世界來計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嚴峻的問題 為什麼這樣呢? 有機會我跟大家解釋 因為他們的制度問題 所以他們需要有人坐牢 要不然監獄就會破產 所以一定要送人去坐牢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那這一群被遺忘的人士 將會在社區裡 不停地將疫情傳播 我記得郭傑瑞曾經有一個影片 說過說 在紐約市 最有錢的市 地下鐵路特別 有不少人在那裡流浪睡覺 在鐵路上坐來坐去 而有人做過調查 在這群人之中 四分之一的人是帶菌的 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比例 我們記得就是在一些調查中 他們已經在東岸西岸都做了 在紐約市做了一個 在加利福利亞做了一個 紐約州 紐約州我不知道是指 只是紐約州或紐約市 總之是紐約州和加利福利亞州 兩個州做了一個抗體的測試 就發現抗體對這個病毒有抗體的人數 比例是他們檢測比例的十倍以上 現在他們大約檢測的比例是 每一百萬人有一萬五千幾個 即是大約1.5%的百分點是被檢測的 但是如果純粹做了一個三千幾個抗體的實驗之中 發現在這個三千幾個樣本裡面 有百分之十五是有抗體 即是說有百分之十五人曾經染過這個病毒 而現在他們的調查所得就是 在紐約市的鐵路上面 那些流浪者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大困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怎樣解決呢 老實說這些大問題 除非他們真的可以低起心肝去改 要不然改不了 而且要改的阻力很大 亦都有一些共和黨的議員出來說 他們搞不定就破產了 他有得整個州去破產 如果真的一個州破產的話 那州本身的服務 包括醫療教育 就會嚴重地沒有錢 沒有錢做的話 那個州的人民只有向下跌 就沒有機會爬上來 這樣犧牲當然是整個州的人 我覺得絕對不能接受 但是如果這個是美國政治的現狀就是這樣 當然如果你是在美國高層 你有錢有資產 你的資產就坐在那裡 自然股票市場就會繼續好 於是你不停收花紅之類 你不用工作 你當然舒服 對這種人來說 但是對大部分需要上班的美國人來說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好消息 其實真的要想一想 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到自己的生活 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要靠什麼方法 很明顯 靠你們的大總統 似乎這個會是幾渺茫 有沒有其他辦法呢 那些美國朋友真的要想一想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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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再說 好嗎 好嗎